小時候有做過一個比較叛逆的事情 那就是媽媽已經交代過 後面有一條餓狗 你不要走上前去 可是因為小時候不太聽話 覺得餓狗有什麼可怕 那就走走走走 真的走到餓狗那邊 那餓狗看到我的時候 就向我撲過來 所以就在我身上搖了三個洞 那三個洞到現在還在我身上 所以這個故事就告訴我 一定要聽爸爸媽媽的話